亚洲疫情也持续升温 越南13号的确诊数突破了600万大关 当局担心确诊者与接触者要是都去隔离了 将会面临劳动力出现短缺的问题 于是研议将开放他们可以继续上班 另外中国的本土确诊数大增 多座大城市例如像是北京、深圳、上海等 都祭出了类封城的管控作为 但是疫情似乎没有因此兼换 中国这波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北京、上海、深圳、从北到南多座大城市 都传出类封城的行动 光是13号深圳就单致新增66例确诊病例 其中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深圳当局宣布一连串管控方案 包括市区内全员接受第三轮筛检 公车、地铁等大众运输全部停市 所有人员居家办公 除了餐厅和民生必需行业 所有商店暂停营业 住宅社区封闭式管理 人员减少非必要流动 形同封城 另外上海市疫情同样飙升 官方加强防控 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开上海 离开上海者需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 同时上海全部客运站 自3月14号起将暂停营运 有民众担心恐怕会进一步封城 疫情同样处于高峰的越南 却采取不同做法 该国近来确诊数激增 4天前确诊数才刚达到500万例 13号就突破600万 但当局提议 允许无症状的确诊者及接触者 在隔离期间还是可以上班 主要因为越南有许多患者 与接触确诊者都去隔离 将面临无功可用的困境 不过有卫生官员强调 这项提议必须获得科学支持 证明继续工作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且确诊者与接触者获准继续工作 必须要是出于自由意愿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来关心全球疫情最新发展 美国疫情虽然是有下降的趋势 但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 传染的能力增强 突破性感染个案也不断地增加 就连已经接种完三剂疫苗的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都宣布确诊新冠肺炎 欧巴马是在13号 他在推特发文 表示自己确诊新冠肺炎 他的喉咙痒了好几天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症状 同时欧巴马也提到 自己与妻子蜜雪儿 都已经接种过加强剂 而蜜雪儿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 因此欧巴马也借此机会呼吁美国公民 如果还没有接种疫苗要尽快施打 因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来看 美国平均每个星期 仍然还是有大约9000人因为染疫而病逝 后疫情时代 各国都在为经济发展进行重整 再加上如今乌尔开展全球经济不稳定 台湾政府要如何借进新加坡 通过长期策略帮助企业走出疫情 拓展市场 来看华人新闻特派记者门又成 来自新加坡的报道 推动企业数位化还有绿色转型 是新加坡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重点之一 如今新加坡狂砸6亿新币 大约是120亿的台币 要来帮助提升企业的生产力 同时也协助大型的企业扩大规模 进军海外 台湾能学吗 受到疫情向民众生活模式改变 许多新创业者纷纷利用网络资源 打造各类线上服务 让民众无缝接轨 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模式 电子商务 数位金融 人工智慧等等技术 在疫情下蓬勃成长 新加坡当局也透过2022财政预算案 扩大帮助企业加速转型 新加坡透过四大重点努力投资 未来实力不仅拨款两亿新币 协助企业和员工提升数位能力 未来五年间更将与学员合作 推动科技创新中心 培训本地人才 同时为了壮大当地企业 新国更拨款六亿新币 援助包括农业科技 建筑食品制造 精密工程 以及零售等等中小企业 提升生产力 至于发展稳固的大型企业 当局也准备透过企业国际化计划 帮助业者扩展规模 投资海外市场 欧盟与新加坡也发表联合声明 同意加速建立全面数位伙伴关系 以促进欧盟与新加坡之间的数位贸易 新国政府有计划性的帮助 当地企业提升竞争力 台湾政府能学吗 我觉得说可以从 比如说政府层起的 他就想办法帮台湾的厂商 争取到比较好的通路 其实通路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说 他有个政策资金 让说企业他会持续的去 就是他产品现在比较丰富 他不能只依照单一产品 单一产品在你的环境 如果变革的时候 其实他应配非常大 那就是说要让厂商 他有持续把产品 就upgrade的这个能力 后疫情时代 各国都在为经济发展进行重整 再加上如今乌尔开展 全球经济不稳定 台湾政府又如何建计西加坡 通过长期策略 帮助企业走出疫情 拓展市场 值得省思 以上就是环境新闻 特派记者们又成 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您最关心的全球疫情发展 累计确诊来到 4亿5千多万例 不幸染疫身亡 超过606万人 欧美国家因为疫情趋缓 逐渐解封 不过在美国 累计染疫死亡的人数 逼近100万例 欢迎新闻 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14号新增两例本土感染 73例今晚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 中国疫情爆发 单日新增1437例 其中本土占了三分之二 新增1337例 广东省深圳市13号宣布 实施为期7天的 全市社区封闭式管理 有报导表示 此举可能让主要科技中心 如苹果公司的生产链 受到影响 日本新增超过5万例 整体疫情呈现趋缓倾向 有报导表示 如果能继续保持下去 目前仍在18格都道 俯线实施的防治蔓延等 重点措施 有机会如期在21号大致解封 南韩曲线持续下探 催诊新增30万多例 累计超过686万例确诊 南韩政府预计 Omicron变异株疫情 会在这个星期达到高峰 印度疫情退烧 新增2500多例 死亡也在下降 新增57例 根据当地媒体报导 每日阳性率 已经降到0.47% 越南单日新增超过16万例 曲线小幅下降 卫生部提议 允许无症状的确诊者和 接触者在隔离期间 人照常上班 对此有官员表示 这项提议必须获得科学支持 证明继续工作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一年新增1万1千多例 确诊数持续下降 当地卫生部表示 要使疫情常态化 需要长时间准备 且新冠病毒传播率 必须低于1 美国新增5000多例 疫情持续下降 但目前累计死亡人数 接近100万人 国内施打增强剂 速度也缓慢 打增强剂 人口占比还不到一半 霸国新增6万多例 死亡近30例 疫情有稍稍回温 专家表示 季节解除限制等 都是助于疫情反弹的因素 德国新增21万多例 疫情居高不下 累计确诊超过1700万例 而目前国内打 加强剂的人口占比 接近60%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人新闻主播孙宇玲 现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国际新闻动态 立刻打开你的Apple Podcast 搜寻华语hashtag关键字新闻 并点击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国际政经科技 即时信